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带到山花浪漫时 他在丛中笑 不算子永梅 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兵 游游花枝翘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浪漫时 他在丛中笑 你好呀 我是婷婷姐姐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 《补蒜子永梅》 作者是毛泽东 毛泽东自润之 是我们的开国领袖 也是一位诗人 人们都轻轻地称他为毛主席 毛主席对梅花 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日日起居 见梅花 比方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每次去湖北考察 经常住在一个叫 梅岭的地方 他使用过的碗碟 茶杯 笔筒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上 也大多数都装饰着 他喜爱的梅花图案 就连与外国领导人 见面的时候 也用带着梅花图案的茶杯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首诗 跟着我读一读吧 补蒜子永梅 毛则冬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以示悬崖百丈兵 有有花之翘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 烂漫时 他在从中笑 我们大圣陆游 也写过一首 补蒜子永梅 是这样写的 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竹 以示黄昏 独自愁 耿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度 凌落成泥 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毛主席呢 也很喜欢这首词 不过他认为 此中的梅花意志 比较消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路有眼中 梅花生长在郊外 破损的断桥边 开放呢 很是孤独 很是寂寞 没有人去欣赏它 更没有人去联系它 到了傍晚呢 梅花就开始发愁 它愁什么呢 本来就没有人看 还要忍受着风吹雨打的痛苦 和其他花朵的嫉妒 哎 怎么能不愁苦呢 不过毛主席借用路由的这首词 写出了另外一种风格的永梅诗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说这梅花 在风雨中送别春天的时候就已经凋谢了 而在这漫天大雪迎来春天的时候 却开得十分鲜艳 梅花迎春来又送春去 谁能想到这春天的信使 竟然开放在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节 百丈冰形容极度寒冷 在这冰天雪地的时节 在这悬崖苦寒的环境之中 有有花之翘 这有表示海仍然 宁摸出梅花于严寒之中 坚忍不拔迎风斗雪的形象 可它虽然如此的坚强 如此的美丽 但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放 说从来不会去炫耀自己的翘力 在冰冷刺骨的冬天绽放 也只是为了告诉人们 冬天过去了 春天就要来了 当春天真正来临的时候 山花烂漫 繁花似景 所有的花儿都尽相开放 而梅花却作为春天的信使 默默的凋零 没有嫉妒其他花儿的艳丽 更没有感叹命运的不公 而是她在丛中笑 在花丛中欣慰地笑了 这首诗整体的意思 我再帮你理一下 风风雨雨 把冬天给送走了 这漫天飞雪 又把春天给迎来了 悬崖已结了百丈的尖兵 但梅花仍然傲雪 俏丽的静放 梅花它虽然美丽 但不与桃里争艳比美 只是把春天的消息 来报告给大家 等到满山遍野 开满一些花的时候 它却在丛中微笑 毛主席笔下的梅花呀 努力进取 谦逊脱俗 又豁达大度 她傲含开放 把春光迎到了人间 把世界变得繁花似锦 而自己呢 却没有因为美丽 而去张扬 更没有因为春天的到来 自己却凋零了 感到悲伤 反而为自己默默奉献 而深感欣慰 这是一种 十分难得的高贵品质 毛主席借永梅来研制 鼓励广大人民群众 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 还有乐观高尚的品格 这首词借用路由的原调原题 但整首词所反映出来的意境 却截然不同 十分耐人寻味 所以毛主席说 独路由永梅词 反其意而用之 实在是写得太妙了 理解了这首词 当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毛主席的诗 来鼓励自己 要像那朵盛开在 悬崖峭壁上的梅花一样 傲立之头 观赏风雪 带到时来运转 你也能够笑到最后 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学习中 做一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带给人们欢乐的人固然很好 做一个谦虚歹人 低调做事的人也是很棒的 所以我们有多种多样的人生精彩 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挖掘哦 这首歌配乐轻盈 选用中国传统的弹奏乐器 你听一听婷婷姐姐唱的过程中 就能够感受出诗人 对大好春光非常愉悦的心情 那接下来跟婷婷姐姐 来演唱一下这首诗吧 记得带着笑容唱哦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党 仪式悬崖白长臂 悠悠花之墙 桥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浪漫时 她在葱中笑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党 仪式悬崖白长臂 悠悠花之墙 桥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浪漫时 她在葱中笑 她在葱中笑 她在葱中笑